音樂 嗨 各位 歡迎來到ChessData 非常非常榮幸就是 我一位車迷朋友他把台灣第一批交車的718GTS 4.0借給我拍攝 然後他借給我的地點竟然是在IPE 為什麼要在IPE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像歐盟法規的關係 包含GT4 包含718新的4.0 甚至以後自然進氣的車子 在於排氣聲量的部分會越來越難聽 原因是因為環保法規的關係 因為就算說718GTS就是 車迷眾所期待都希望把這個自然進氣的引擎還給我們 他真的還給我們了 但是排氣的時間是回不去的 那今天也來到IPE來做改裝 那因為718GTS 4.0是台灣目前第一批交車 那IPE還沒有這台車的數據資料 所以說要先把這台車拉到這邊來建模 然後建模之後再開發出新的排氣管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參與IPE開發排氣管的過程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究竟這些大廠的排氣管跟一般的手工管是如何生產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要來試試看718 4.0 跟2.5的我之前那台718 再來實際上道路抄架的感受是有什麼差別 OK那我們現在就去參訪製作過程吧 OK那我們現在來訪問到IPE的協議 對在訪問之前其實我有做一下試調用我的IG做 那有很多觀眾想問我說請我問你們說 知名大廠的排氣管跟土砲或是手工管最大的差異是哪邊 為什麼他花這麼多錢買知名排氣管的商品 以工廠來講或任何的品牌來講相對他的資源會更好 那他有做過更完整的一個測試 那相對你的整個整體的品質跟性能上面來講 會有相對的一個保障在裡面 了解那因為像我朋友的718這個是6缸4.0的新款的車型GTS 那他今天來你們這邊就是在做 就是用他的車當demo然後讓你們生產排氣管 那我們沒想了解就是說像你們的排氣管 從零到零你們是怎麼生產的 那我們在了解之前我們先來稍微介紹一下 原廠排氣管跟你們的排氣管之間的差異好了 那這邊是原廠的部分對不對 以這套就是原廠718的原廠排氣管 那因為原廠的排氣管他有法規跟環保上面的限制 那所以他相對的做了一些比較能夠符合法規啊消音啊之類的一個距離 其實光個重點我剛剛在幫忙搬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就發現 就是原廠的圍桶跟你們的圍桶比起來重量大概差了快一倍 對那基本上他做了這麼大的一個設計 就是為了要讓聲音能夠消下來 這個是消音桶對不對 對這個是消音桶 那以現在的超跑或一些比較高階的車款來講 原廠他都會配置閥門 那相對我們的產品也一樣會配置閥門 這個就是閥門的部分 對這一個就是閥門的部分 對那原廠他這邊又區分直通的流路跟消音的流路 對那以這台車來講的話 他消音的流路就直接到這個這麼大的一個濃積的一個桶聲裡面來 所以相對他在閥門關的狀態下他就是會很安靜 對那我們為什麼要改裝排氣管 有大部分人都是想要追求他一個完美的一個聲音 就是最接近原始車輛的聲音 是的 特別是這種自然清晰的車款 既然都聊到自然清晰的車款 我也想問一下就是像渦輪車 因為現在渦輪當道的事 渦輪車真的沒辦法就是有那種很高抗的聲音嗎 相對的因為他 我們的排氣管的聲音是經由引擎室裡面的爆炸燃燒 然後產生的 那因為他在你的排氣的過程中 他要經過渦輪 所以他將整個聲音都整個打散 所以渦輪車的話 基本上改裝完會稍微比較水比較低沉一點 不會像自然進氣那麼的高抗高頻 所以再怎麼改就是回不去 OK那像這套這個是他的觸眉段的部分 這是他的拔膠 對那他跟你們改裝的部分又有什麼差別 以拔膠來講 原廠的話基本上 差異最大的地方會是在於他的這個 這一顆就是他的觸眉 那原廠基本上他會處於在大概600到800目 就是他裡面的這個網孔 相對你可以看得到他的那個目數 他就是會很小 那以你改裝的車款來講的話 基本上他這個目數這麼小 這麼密 基本上就會影響到你的排氣 對他特別是在你高轉速度 而且這裡會很容易很容易擠東西 他的目數太小 對他目數小 啊你久了擠他慢慢慢慢 他的流量會會變得越來越 排氣會不順暢 對因為很多車友問我說 為什麼我車越開排氣越不順暢 其實有一個點我講真的 你車只要敢踩啊 你只要是買到比較敢踩的聲音 通常聲音都比較順 然後引擎的運作會比較順暢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就是引擎運作 感覺引擎的那種 代速的那種狀況 不是很穩定的情況 就是在這邊 因為這邊他因為目數小的關係 所以他會堵塞 你的觸眉段就不會同 你的積碳就會累積在這邊 那跟你們的觸眉段的差異會在哪邊 基本上我們做的都是200目 那200目跟你400目 600目跟800目的差異 就是在他的那個縫隙的大小 那相對把縫隙加大的話 第一個你阻塞的情況就會比較少 對 那再來就是他排氣順 排氣的那個流暢順 流暢度會更高一點 那相對你的加速啊 反應性都會再更好 那你們設計的部分的話 其實車語也蠻好奇 就是說當我今天一台車進來 那要給你們做設計 你們是怎麼設計排氣管的 包含怎麼讓他的效能發揮的更好 以及怎麼去設計排氣管的聲音 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在一台車款 要在開發之前 我們都會先做這個車款的一個評估 我們除了把聲音放大以外 在聲音的音質上面 我們還會去做一個修飾 那你如果以原廠的這個排氣管來講 他就是直接排出去了 那他就是稍微大聲一點點 那聲音的修飾是怎麼修飾 聲音的修飾其實 你像以GT3來講 那我們在這個構造上面 在他的直通的管路上面 我們做了一個X的設計 是這邊嗎 對 這邊 這個主流路大管路這裡 那這邊做了一個X的用意 是為了要讓他兩邊的氣流 在經過這個X的過程中 他中間會產生一個渦流 這算回壓的概念嗎? 不是 回壓也有 你直的管路跟轉彎的管路 相對他的回壓是不一樣的 對 彎越小 回壓會越大 那我們設計這個主要就是 為了要讓他兩邊的管 排氣在經過這個X管的時候 在中間產生了一個渦流 那這個渦流 會把你的聲音 能夠修飾得再更高頻一點 那這樣子在你的高轉速 你在重彩油門高轉速 往上拉的時候 可以聽到高頻又好聽 甚至你像 像那種法拉利亞 Lamborghini的聲音都會有 像這個就是SV-J 那我們來順便帶一下SV-J 所以他不知道有沒有聽見 那SV-J 你說他的X管是這個部分嗎? 對 就更大了 以SV-J這一台車來講 那因為他也是自然進氣 那他CC數又排氣量又這麼的高 那相對以這個車款來講 SV-J他本身他的聲音其實原廠就算不錯 就好聽了 對 因為原廠他就是在你法拉門打開的情況下 他就是直接排出 那以自然進氣的車款來講 這是一種禁忌 因為你直接在指管 排氣經由指管直接排出音量是最大 但是相對他的音質會是比較是那麼的 就是很像指通管那種 對 阿炮聲 會有點破 那基本上我們除了聲音要大以外 我們在音質上面也會有一所要求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了一個X讓他去繞 對 原廠他就是從這邊進 那這邊就直接排出 就像剛剛那邊嗎? 他就是這裡進來 然後進到他的微通 然後就直接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是還有多進了他的 這算是排氣管的一個指通管的路線 從這邊繞出來 是的 了解了解 那再來是材質的問題 像是這個材質跟原廠的這個材質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平常採用304不鏽鋼 那以GT3跟SVJ這款都是用鈦合金 只是這個是沒有把它燒 把色燒出來 這個部分是屬於用噴砂 用不鏽鋼鋸砂去噴 讓他表面有霧化 那不鏽鋼跟鈦合金為什麼會在音頻上有差 我如果知道是鈦合金會比較 比較高 高頻會更明顯更脆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因為材質的關係 以不鏽鋼來講 不鏽鋼的材質他會比較屬於比較軟 可塑性會高一點 那鈦合金的話 因為他是記憶性的金屬 那他就會稍微比較硬一點 所以你聲音的呈現上面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以不鏽鋼管來講 不鏽鋼管有些人會做1mm的 或是甚至1.5mm的 甚至更厚的 那相對的因為你的厚度不一樣 那排氣在經過你的排氣管的時候 產生的震動 那所呈現出來的聲音也會不一樣 了解 管越厚出來的聲音會越紮實 越薄 聲音會稍微就比較不是那麼的結實 其實我蠻好奇 我相信一堆觀眾也是 我們都知道要改排氣管要改排氣管 但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人改排氣管改完之後 反而是性能下降的 因為可能是第一廠商的關係 再來可能是你改裝的東西 那要怎麼改裝排氣管 是可以讓性能提升的 基本上其實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改裝排氣管 其實你不要想說你的性能能夠提升到多少 因為基本上以原廠現在這麼高的這些科技的輔助之下 其實原廠做出來的排氣就已經很強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受到了法規環保的限制 那把它車子的性能做一個限縮 所以說我們也不用想說 這是其實一個誤區 因為一般觀眾或是一般下廢的人說 我今天改了比如說 SS管改了APE或是改了FI 改完之後我的車馬力會大多少什麼的 其實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覺得會在尾速的方面有一點提升 因為它少了一些就是這些 主要就是它的排氣順暢 對更順的一點 因為其實現在對我們做排氣管來講 最大的困擾就是 它未來 不是說未來 其實現在都已經開始了 就是它的OPF 就維力過力器 那相對這一個東西其實對排氣管 是一個殺手 其實科技越來越發達 然後法規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下 我覺得在消費者 像我們在購買車輛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蠻 蠻遺憾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開到的車 都已經不是車子原本該給的聲音 而是你去增加榮油 像是消音微桶 然後像是一些顧慮器 就是為了法規的關係 那當然也不能說這不好 不過對我們這些車主來說 我就覺得好可惜 好像少了些什麼 就是開起來的聲音就是悶悶的 好像沒辦法解放這個車 那我們就等一下趕快來試一下吧 走吧 icycle des優先 就可以選擇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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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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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IP排氣管改好裝上去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來彈一下啦 保持起來的彈射起步應該蠻多人教的 那我還是在教一下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 基本上我們只要把排檔放到第一檔 然後轉到Sport Plus OK 我們明顯感覺到排氣的聲音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在彈射起步的時候就是 煞車跟油門一起按就好 OK 那我們先到定點 那這個彈射起步的過程 其實你可以用手排 不過我覺得要保持原廠的數據 就是全部都是用自排的方式 然後就是煞車 油門一起踩住 有欸 你知道 車主其實默默坐在我旁邊 他應該心有一點螃蟹 欸你覺得怎麼樣 很棒欸 OK 這樣我們已經拉到車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就是這支IPE的DEMO的排氣管 目前這是第一版的 然後裝到這台4.0的GTS上面 到底有沒有能夠有效的 把這台車子原本應該有的聲音給炸出來 然後因為這是DEMO版啊 然後也是我 就是應該我第一個試 然後之後他們其實才要試 對我算是搶先試 有點蠻興奮的 這樣算是一個IPE的測試員嗎 對然後就是說 欸他也希望說我試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一些數據的回饋啊 就是我開起來的感覺以及可能一些狀況 然後跟他們說他們才會修正 反正最後裝到車主的版本 我也是最後工廠出來的就是 批量生產的那個版本 對 那我們就先來試試看 目前這一支是白鐵的 然後車主之後會裝鈦合金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說 這一代的GTS 4.0 在散路的表現上跟2.5最大的差異在那邊 那我就先開到手拍模式 把排氣管打開 其實我明顯的感覺到 噢聲音真的不錯 呵呵 其實剛剛在Launch Control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的聲音跟 呃 GT3RS的聲音其實 有類似 那因為中置引擎它 排氣管的出口 會比後置後去來的更遠一點 所以聲音跟GT3RS還是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GT3RS的聲音應該會比較刺激一些 然後因為我要試這台4.0之前 其實我做了一些功課 其實我發現國外蠻多人在討論說 就它二檔一個區間 是大概3000轉到5000轉 這之間是很沒力的 就是踩下去就是地度會上不來 但是因為國外的部分啊 國外好像有一些車廠 有針對這一點來做一個 就是軟體上的調整 那台灣我不知道現在目前有沒有車主反應 那我目前開起來的感覺是 我覺得確實 它3000轉到5500轉這之間 開起來的感覺是比較沒有力的 就是它的線性感覺有點掉下來 因為你都知道自然進氣是一個線性的車種 那你會明顯感覺到它的線性是上去之後 在這一段區間比較平緩 然後到5500才會把流力爆出來 哇這支IP的排氣管真的很好聽 可是三檔跟四檔不會 三檔跟四檔我在4000多轉的時候 踩下去它的油門反饋就已經蠻明顯 所以在進出彎就會有點尷尬 因為它在二檔的3000轉到5500轉 這之間是沒有什麼流力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我現在應該要降 降又太多 然後升檔又太慢 然後當我踩到 因為5500轉到7500轉這之間是一個 換檔的一個區間 就其實蠻尷尬的 我如果在5500換到三檔又太慢 然後如果降檔 那個其實又多降的你知道嗎 因為你換檔之間流都會有秒數的損失 所以這可能就是 買4.0的車主需要去克服的一個點 OK 然後再來說說2.5跟4.0 這樣開起來的感覺差在哪裡 其實我在開4.0之前我蠻害怕 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2.5這顆引擎 是剛好配在GTS上面 是它最原始的一個引擎的一個狀態 所以正常來說搭配在它的車身上 會是最平衡的 但是4.0這個版本 算是我們車迷一直想要 希望原廠把這顆引擎放下來的 那我們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原廠放下來只是硬放了 那車子的平衡之間會去捨去了很多 因為我們都知道2.5的GTS 其實是沒有比上一代981的GTS來得輕 那你要想2.5的引擎 一定是比4.0 6缸的引擎來得重 所以我們相對的我們會知道說 4.0這顆引擎放在這台718GTS上面 會比2.5來得更重一些 所以我們就會很擔心說 被破壞掉車子的平衡 那不過我覺得這擔心是多餘的 保濕姐真的完全不需要去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保濕姐每台車的平衡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不過有一個比較沒辦法克服的 因為自然機械的關係 當然你在低轉速 甚至出彎的速度一定沒有GTS來得好 這一點我在拍2.5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大家講了 就是就算說GT4 PDK版本出來了4.0 那它也不會比GTS2.5在出彎的時候 給的扭力峰值來得更漂亮 對所以這個是在買這台車跟開這台車之前 我們大家都能夠想到的 然後這次IP的排氣管真的是有夠熊的 可能在低轉的時候 它的共鳴是偏大的 真的是蠻大的 那這一點其實在GTS他們 我上車試之前 他就跟我說應該會偏大 因為他們還要再去做後續的調整 總而言之叫到車主手上一定就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版本 這是一定的 因為畢竟IP這種大廠他們在做這些數據上的調整 都是經由車主的反饋或是說他們測試員的反饋 然後再把這些數據在統身的設計上再去做調整 其實蠻特別的 這樣算是擔任了IP的測試員嘛 因為我等一下也會把這些狀況告訴他們 哇這支管真的是太好聽了 然後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開自然經濟的車子 所以其實 這真的是天賴啊 對真的蠻好玩的啦 我覺得自然經濟的車子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沒辦法太猛爆 但是它能夠給你一個跟車一個蠻好的互動感覺 然後排氣管的部分我覺得已經是以後的自然經濟的車種必改的 因為歐盟法規的關係 原本各大廠就有因為環保的關係 以及說噪音的關係 然後就已經做了一個蠻大的同聲的 讓整台車的聲音已經去做一個消音的狀態了 然後再加上現在因為環保法規更嚴格的關係 有一個過濾器 那相對的它的一個阻塞的程度會更嚴重 我們說的阻塞就是氣流的阻塞程度 它沒辦法這麼順暢 然後出來要繞過一堆東西 那出來的聲音就不是引擎最原本的聲音 那我覺得透過這支管也是讓自然經濟的車子 還回它原本的一個應該要有的聲音 OK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車主願意借我這台4.0 GTS 它才跑200多公里 應該就是從台北開到高雄的距離而已 然後就給我開了 然後讓我試 然後讓我去了解說 原來一支排氣管的製造是這樣子 然後原來這台車跟2.5的差別大概在這邊 然後也可以讓觀眾知道 OK 那我們這期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拜拜